大家好,我是老陈 今天讲一个堕胎和谋杀的故事 2008年7月12号 费城的黑妹贝迪用相机记录了一个照片 这张照片是无比重要的证据 伍迪是个警察 经常忙于工作 嫁女儿还差点迟到 婚礼上还接电话工作 这不,这天去抓了个药店拿药的黑妹 刚在药店门口拦截她 嫉妒主也来臭热闹 两组警察吵了起来 黑妹直接坦白给我药的是 格斯内尔医生下面的女人开的 警察局开始调取医院内的监控 将发药的莎莎接到警察局进行审问 很多都是高中生来堕胎 买家出80%到84% 一张处方价值3200美元 有买药的、有堕胎的 也有药、手术、止疼药的 审问中发现女人死在手术台上 伍迪去医院询问 为什么手术死人 警察没有介入 结果答复是那是意外 警察局内部开始讨论 这到底是毒品案还是凶杀案 伍迪怒了一个从尼泊尔移民孤生 来到伟大的美国 就因为一个堕胎死了 这就是凶杀案 给伍迪开了搜查证 你可以和FBI一起去 但是不要干扰他们的执法 所以伍迪做好准备 和FBI嫉妒组一起进行了诊所搜查 随后诊所内翻的一片狼藉 伍迪闻到一股味道 打开冰箱 伍迪发现冰箱里有很多胎盘 流产的婴儿脚丫 竟然像标本一样 被放在容器中冷藏 哥斯内尔医生来了 就叫他葛医生吧 葛医生根本不关心警察 继续去做堕胎手术 那个女人的肚子特别大 这样做手术是有生命危险的 做完手术 葛医生脱下血淋淋的手套 吃饭非常镇定 伍迪把视频给女检察官看 塑料袋里全是流产的尸体 有30多个 还有小婴儿的脚丫 女检察官和伍迪开始审问护士 护士15岁就开始工作了 对于堕胎习以为常 甚至一些会动的宝宝 直接剪断脖子 方便堕胎处理 茉莉博主来到警察局 采访伍迪直接拒绝 省得你搬弄是非 流言乱非 医院被查封了 医院里到处都是猫 整整清理了24个小时 所有的东西全部作为证物没收 但是少了一些档案和废弃袋 伍迪去查葛医生家里 地上一片狼藉 葛医生充容应对 你们自己随便收查 发现很多房产 很多现金 靠这是个土豪啊 伍迪要求收查地窖 葛医生提醒地窖很脏很饿 女检察官穿上防护服 发现地窖有东西挪走的痕迹 还有一个尸体腐烂地出了虫子 女检察官身上全是虫子 赶忙出来脱掉防护服 太恶心了 气愤地跑进房间 葛医生坦然地在弹钢琴 茉莉博主找找女检察官 告诉女检察官葛医生的背景 博客上去查查吧 女检察官自己也有小孩 想着这个案子心里很是不安 法医告诉伍迪和女检察官 这五个孩子堕胎下来后是活的 被人为剪断脖子谋杀的 晚上女检察官在喝酒 告诉自己的老公 1972年母亲节 葛医生和一位心理学家 带了15名4刀6个月的孕妇 来试验一种方便堕胎的设备 是一个刀片球 放进女人的身体 打开刀片 结果有女孩子不得不切除子宫 后来葛医生安然无恙去躲了12年 又回来继续堕胎 接下活着的婴儿 用剪刀剪断他们的脖子 足足有30年了 所以女检察官发誓要抓那个混蛋 女检察官和伍迪收集了所有证据 有故事看到剪流产儿的脖子 无上港镇滥用药 所以你们没有误诊 而且都是轻度指控 葛医生请来了最有名的律师 用谋杀罪指控堕胎医生 一旦我们起诉失败 你也可以下岗了 所以你最好打赢这个案子 网上申报的时候 立刻遇到阻力 审批案子的法官不签字 绝不能用堕胎的名义来审案子 因为不可以遮疑女性的选择权 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 在审问中 葛医生觉得自己无罪 葛医生认为 超过堕胎限制的时间 也就是超过这么一点 孕领大小有时候大家理解不一样 收集堕胎孩子脚丫在容器里 是为了保存DNA 日后鉴定用 护士不培训根本不存在 葛医生亲自培训了 2011年1月19号 葛医生被逮捕了 被起诉一级谋杀罪 24次非法堕胎 其他200多项轻罪 葛医生提出医院里的规规 需要照顾 想保释 最后女检察官不得不照顾她的规规 阻止她保释 因为连环杀人案和堕胎案 联系在了一起 原来为了防止事态扩大 媒体被压了下来 法庭上女检察官认为这是谋杀案 而葛医生的律师反驳 这是堕胎 你是不是种族歧视 律师狡辩很厉害 如果胎儿头大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在脖子捡个口子 所以这是堕胎还是谋杀 对于堕胎死亡 没有确切的人证和物证 被律师反驳的一无是处 只说是意外 茉莉提供了一些证据 她知道一个护士拍了诊所的照片 并且通过博客宣传了这个案件 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很多 很多媒体都来到了法庭现场 这次诊所的护士贝迪出庭作证 说听到婴儿的哭声 看到过婴儿的呼吸 出了法院 护士贝迪把堕胎后 活着的婴儿照片给了无敌 突然出现了证据让案子反转 所有人看得都不舒服 甚至掉下了眼泪 不敢直视照片 葛医生剪断了孩子脖子 她区别对待白人和黑人 九天后终于结案 葛医生最终被判定谋杀罪 女检察官感谢幕僚 没有她根本改变不了 最终葛医生被判无期读刑 不得保释 如果这是在中国 根本就是无罪的 让你签个数钱协议 分分钟撇清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